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我是钟问玲 欢迎大家来看《聆听主声》2024系列 第四系列的第四讲 今天的经文在历代之下20章31-37节 题目叫《邪恶联盟》 婚姻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最近我一直在看Netflix的原创影集《王冠》 该剧就记录了伊丽莎白二世的一生 她和菲利普亲王的婚姻并不容易 她们结婚时深深地相爱着对方 但皇室的职责和很多压力 却为幸福的婚姻带来障碍 她的儿子查理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的婚姻并不容易 这本来就是一场故事书的婚姻 戴安娜·史宾沙女士出身于英国贵族 身上留着皇室的血统 但故事书的结局却悲惨 先是婚姻不忠 然后是公开互相抹黑 最后以离婚和狗仔队引发的巴黎奢禍 奪去36岁的戴安娜王妃的生命 从统计数据来看 基督徒夫妇的婚姻状况 也好不到哪里了 今天我们来思考邪恶联盟的问题 犹大王约沙法和以色列王阿哈和阿哈者的联盟 是违背上帝旨意的邪恶联盟 犹大王约沙法在公元前872至848年在位 与以色列王阿哈在公元前874至853年在位 与以色列王阿哈者在公元前853至85年在位 重叠于差不多年份在位 让我们看看圣经对犹大和以色列这两个邪恶联盟 说了些什么呢? 圣经说 若沙法作犹大王登基的时候年3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5年 他母亲名叫阿苏巴乃是利欺的女儿 若沙法效法他父阿杀所行的 不偏左右行耶华眼中汗为正的事 只是邮坛还没有废墟 百姓也没有立定心意归向他们列祖的身 若沙法其余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 哈纳尼的儿子耶护的书上 也再入以色列诸王寄上 此后由大王若沙法与以色列王阿哈姐交好 阿哈姐行恶太甚 二王合伙造船要往他师去 遂在以秦家别造船 那时马利沙人多大雅的儿子以利以借 向若沙法预言说 因你与阿哈姐交好 又会说必破坏你所造的 后来那船果然破坏 不能往他师去了 圣经对若沙法的评价大致上是正面的 他效法他父亲阿撒王 在行爺华眼中汉为正的事 第32节 然而他的领导并不是完全有效 二教崇拜的丘坛被拆除 但信仰波动的人又重新启用过 他的子民并没有把他们的心放在上帝身上 两天前我们在《猎王记》上22章 读到先知米该雅的故事 他预言若沙法和阿哈联手攻打 激烈拉抹最终会失败 两国国王不顾这个警告 还是开战 结果阿哈死在战场上 这次事件后 若沙法安全返到猶大的耶路撒冷首都 另一位先知哈纳尼的儿子耶路 若沙法与不敬虔的君王的邪恶联盟 跟他说话 耶路说 你喜当帮助恶人 爱那恨慕耶和华的人 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 戴下19章第二节 显然上帝不赞成 若沙法与阿哈结成邪恶联盟 因为这就像帮助恶人 而爱憎恨上帝的人一样 为什么若沙法对阿哈如此软弱呢 这是因为若沙法的儿子 若兰娶了阿哈的女儿阿他利亚为妻 他们是因亲关系 因此邪恶的联盟 不仅是政治和军事上 而且还包括婚姻上 此外阿哈死后 他同样邪恶的儿子 阿哈亚王阿哈姐也与犹大王 若沙法结盟 这是一个商业的安排 他们在鸿海东北支流 阿加巴灣的耳巡家别 建造了一支贸易船 他们希望透过 与远方国家的贸易来繁荣发展 另一位先知 以利以借对若沙法说 因你与阿哈姐交好 又会说必破是你所做的 船隻就失事了 无法起航进行贸易 第37节 上帝的三位先知 米该瓦、耶护和以利以借 質问若沙法和以色列邪恶军王的邪恶联盟 上帝的愤怒临到若沙法 他的军事商业都尝试失败了 他的媳妇阿哈利亚、若南的妻子 后来几乎摧毁了他的右大国 我们绝不能低估邪恶联盟的危害 哥林多后书保罗 在6章14节和17节中警告 你们和不信的缘不相配 不要同父一握 义和不宜有什么相交呢? 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 又说你们没有从他们中间出来 与他们分别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 我就收纳你们 同父一握的意象 就描据了一对牛 在田野并肩拉泥爬 在现代语言上 我们说这是合作伙伴的关系 作为一个简短的解释 神的信徒遵行他的公义 但不信的人却不然 相反非信徒追逐世界的价值 方式和习俗 圣经称之为不宜 信徒生活在神的光明中 而非信徒则生活在熟灵的黑暗中 因此他们没有任何共同点 因此按照主的命令 离开他们分别出来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我们被告知要互相隔离 以减少疾病传播的机会 隔离的目的是限制交叉污染、疾病和死亡 同养神的圣殿也与偶像无关 在婚姻、商业、政治、军事上 我们必须避免邪恶的联盟 如今我们基督徒经常谈论 基督耶稣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 马大福音5章44-45节 耶稣说 指示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一逼白你们的祷告 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义子 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 也照打人、降雨及义人 也及不义的人 那我们怎样爱我们的敌人呢? 首先我们要为迫害我们的人祈祷 其次我们要把审判留给神 因为神现在对恶人及善人 都是仁慈的 善待义人也善待不义的人 审判不在我们的手中 而是在上帝的手中 我们的平反将在上帝预定的时间到来 第三 在忍受不公义及迫白的时候 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 并反映出天父完美的品格 这就是我们的见证 但爱我们的敌人并不是意味着 与他们结盟 并不是意味着 在婚姻及生活中与他们结合 圣结意味着 脱离世俗归向神 欠给神个人作为唯一的用途 又和福音17章14-19节中 记载耶稣大祭司的祷告 他为门徒祷告 我已将你的道指给他们 世界又恨他们 因为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你怎样猜我到世上 我也照样猜他们到世上 我为他们的缘故 自己分别为圣 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推而广之 耶稣也在为我祈祷 我不属于这个世界 尽管我仍然在这个世界上 我不属于世界 但我属于上帝 我要成为圣结 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至十六节 其中也有这样的呼应 那照你们的既是圣结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也要圣结 因为经上记着说 你们要圣结 因为我是圣结的 圣结不是基督徒的选择 这是我们必须的 所以再见 一切邪恶的联盟 让我大声呼喊 我只属于上帝 祈祷 最亲爱的天父 我的主 我的上帝 我宣告我只属于你 使我圣圣吧 使我圣结 为我预备天堂 同时 愿我作为你真正的见证人 反映出你的降辉 我奉耶稣基督的命祈祷 阿们 弟兄姊妹 逃避邪恶联盟 我们归为主用 做一个圣结的人 多谢大家收看 圣着祝福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按一下那个响灵图标 你们就会开始收到 每一天上传的视频的通知 谢谢